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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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一個歌仔戲世家長大的小孩 那我爸爸他是一個在台灣 是一個非常有名氣的文物場的樂師 那我的媽媽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小生 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 所以使得從小 我們就是跟我的姐姐弟弟就是自己長大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其實常常都很孤單 因為父母不能再順便陪伴我們 成為傳道人之後 我們進到大同區來服侍 看到這地區的一個弱勢家庭的需要 然後看到這裡的孩子 很多就是那種父母沒有陪伴他們的 然後就讓我想到我自己成長的過程 我就有一個感動我想要來幫助這些孩子 所以在教會我們就辦了 國小跟國中生的課後陪讀班 我們目的是想要讓這些孩子放學之後 他們有一個家可以去 所以我們的孩子下課了 他們都很喜歡來到教會 甚至到晚上九點十點 他們其實都不太願意回去 當我們開始做學生工作之後 孩子就一個一個的進來 那個負擔其實對我來說是越來越重 可是我覺得神就是把那個愛孩子的心 很深地放在我的裡面 即便要花很多時間陪伴他們 甚至到很晚 我都跟神說我願意 我願意來愛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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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